早安 今天Torchlight Infinite出了一個發佈會 內容主要是關於S3貪辱魔方 在講新一季的內容之前先講一個消息 就是他們終於正式脫離這個測試版 S3將會是正式版本 為了慶祝這件事 官方也將所有在今天之前已經有的賬號都會送這個頭像和會送這個背色 除此之外 官網已經可以申請預約包 得到的禮物就如下 連結會在資訊欄上留給大家 如果你不想用電話號碼 你只要在右上角選英文就可以用email登記 第三季將會在香港時間5月10日早上8時正式開始 現在就入正題了 講一下今季的機制是玩些甚麼 這季的機制其實是一個Double or Nothing的機制 也就是說整個機制主要是靠賭 賭贏了 你就可以拿到一倍的獎勵 賭輸了 就一無所有 去到差不多打圖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發覺地區有一些怪就是有一些標記 標記了的怪 你殺了他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個類似織分的東西 那些織分就叫做玉簾結晶 它的用途就是當你去到地區最後殺了一隻王 就會出現一個魔方 在魔方裏面 你就可以靠這些結晶去隨機購買他上面有的獎勵 這些結晶就不能夠帶過去下一個地區 所以每一區都會建議你用完所有結晶 用盡了結晶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拿了這堆獎勵 又或者你可以拿你的獎勵做賭注 去搏一局按Grid 看看會不會翻倍 還是會全部都消失了 在發布會裡面 我們就看到Double or Nothing的機率是5-5波 那你到底會怎樣選擇 這個就是機制的微妙之處 在這一季的機制裏面 他們也製造了一個新的天賦樹 這樣這個天賦樹就叫做貪心者律典 這個律典裏面 你就可以選擇不同的天賦去點 它就會改變這個魔方給你的獎勵 同一時間也有機會令到被標記了的怪難打一些 在這個魔方裏面的獎勵 除了平時你會看到的東西之外 也有兩個新的物品 有時候你獲得的獎勵會拿到一個叫做極欲魔方 極欲魔方和普通的貪欲魔方是差不多 只不過是裡面有的獎勵就比一般的魔方要好 除此之外 貪欲魔方裡面也有機會找到一種叫做玉念凝珠 你可以拿著這些凝珠和黑市商人去買一些比較值錢的東西 例如紫色初火 最後一個新的機制又怎會少得一個boss呢? 當你在地圖打標記了的怪時 有時候有些標記了的怪特別厲害 他們就會掉落一種叫做玉念懸核的東西 拿著他們就可以挑戰今季的王 叫做磁律人 這個磁律人依然有三個難度 而且你殺了他就可以拿到一些比較珍貴的東西 例如可以拿到Unified Wedge 龜一之蝕 又或者神格石板 到底這兩樣東西有什麼用呢? 今季的天賦就會跟以往有一個比較大的分別 官方就說 因為有第七個神出現 所以在你平時選完天賦下面出現了這個新神的造像 在裡面你就會看到一個類似七巧版的東西 這個位置就是可以讓你放入剛才所說的石板 這些石板可以隨意轉動和隨意配搭 只要你放得進去就可以了 每一個石板都會根據平時的六個神 有一些詞序 這樣他是哪一個神 就會有那類型的天賦詞序給你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升級這些石板 升級他們就需要用到剛才所說的另一樣東西 就是龜一之蝕 升級這個動作就叫做落印 落印了的石板就不可以再交易 而且每塊石板落印的次數是有限的 進行落印的時候就有三個可能性 要麼就加一條新的詞上去 要麼就將你現在有的詞升級 要麼就將其中一條詞變成一個比較特別的第七個神的詞 總結來說 這個新神的造像裡面 每一次放入一個石板的時候 他每一個石板最多都可以同時有五條詞 這樣就會為你的角色帶來一個非常可觀的增幅 當然不是所有石板都有用 沒用的石板可以把它拆成神格的殘片 這些殘片就可以換成一塊新的石板 剛才也有提及過 在這些石板有時候有機會換成第七個神的詞 亦稱為神傷 神傷有時候會提及到一個秩序和混沌 這個當你進入地區的時候就會有100 慢慢下降 透過裝備又或者其他神傷 這些秩序或者混沌就會給你不同的能力 說了那麼大堆東西 就回到剛才所說的魔方的王裡面 有機會下降一些獎勵 這樣就是這個鑽棋的石板 鑽棋的石板裡面就不單有神傷 它還可能有其他比較特別的屬性 例如令到它上面的石板無瑕 但是就令到它下面黏著的石板增強那個效果 就這樣聽你就已經知道這個造像的可變性是非常之高的 新的東西就不止那麼少 還有新的英雄就是叫兵 這個就是把你投射物的技能變成一個炸彈 扔出去之後就會以星形地爆出一些投射物 官方也都說 尼加這個投射物的速度也會直接影響它 扔炸彈的速度 也會影響那些炸彈爆出來投射物的傷害 然後希亞也有一個新的特性 就是叫做眾神之化身 這個特性主要就是玩一個神域 如果你不在神域範圍裡面的話 你所有堅韻祝福都會變成這個靈動的祝福 如果你在神域之內的話 你所有靈動的祝福都會變成堅韻祝福 這個特性你玩得好不好 就完全取決於你進入和離開神域的時機 如果你的時機抓得差 很大機會你會突然暴斃 在S2裡面就這樣用召喚技 不是自爆的召喚 和法術技是偏弱的 所以這次官方就增加了一個召喚相關的新機制 和增加了一個和法術相關的新機制 希望這兩種技能都可以和攻擊技能拉近距離 在法術上我們增加了這個法術併法 當你的法術併法滿的時候 他就會使用那麼多層的法術併法 然後用你剛剛手動施放的技能 不可以觸發一些引導召喚 稍為 或者有冷卻時間的法術 等過一會後 他就會回滿層數 你就可以再次觸發法術併法 召喚有一個叫統御值的東西 將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可以令你回復這些統御值 當統御值是正數的時候 他就會每秒自然流失一些統御值 每一點這些統御值都會增加召喚物的傷害 亦會增加他們索敵的範圍 基本上就是這樣 新的賽季又如何少得新的技能 第一招新的技能就是這個電光刺激 當你暴擊的時候就會令到敵人觸電 當你的影暴擊敵人的時候 而敵人已經觸電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消到多一層觸電去做額外的傷害 下一招新的技能就是這個召喚凡雲美影 你只要裝了這招技的時候 他就會出一隻這些美影出來 當他去到上眼的時候他就會停 那麼他的主動有什麼用呢 就是當你用了他之後 美影就會自動傳送到你身邊 然後對著你蹲屎紙住的位置 作出一下高傷害的範圍攻擊 除此之外他們也加了四個沙衛 第一個就是這個幽印英靈 這是一個攻擊投射物的技能 這個沙衛是可以利用你角色的連續骨精去快速打敵人 而且在最後那次連續骨精的時候 亦會產生一個爆炸 下一個就是這個飛戰英靈 這個也是一個攻擊的沙衛 他就會射三支箭上天空 然後就墜落地上 這樣造成的範圍傷害是可以重疊的 除此之外他這個沙衛存在時間越久的話 傷害就越高了 如果是打王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不停地重新召喚他出來 因為這樣就會降低了你的傷害 下一個就是雷降之客 這是一個法術的沙衛 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的彈射數可以直接影響他會下多少雷 而且如果只有一個敵人在附近的話 就會所有落雷都集中在那個敵人身上 到最後就是寒傷之客 這是一個法術的守衛 每一次他打中敵人的時候 都會消耗敵人身上已經擁有的兵結值 透過扣除了多少兵結值就會增加額外的傷害 去到最後 你們如果一直留意開消息的話 都會知道今季的打造是會有所改動的 在發佈會裡面 他們也解釋了給大家聽 究竟打造會變成怎樣 以往的打造系統會變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圓形製作 一個就是定向加攻 在新系統之下 所有裝備都會有可塑性 當你使用圓形製作的時候 就會消耗他的可塑性 圓形製作最多只能做到四條池的裝備 但他的特點就是你可以鎖定兩條池 然後製作 當你消耗所有可塑性的時候 就只能做定向加攻 定向加攻跟以前的打造基本上是一樣的 唯一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不能在每一次弄了一條池上去之後 有得讓你選擇反回原本的樣子 你現在只能一下回到剛剛做完圓形製作那一步 然後重新加攻最後兩條池 每一次這樣做的時候也需要消耗一些通貨才可以這樣做 官方就說 因為現在這個打造系統 變成了沒有以前那麼指定性 所以令到遊戲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樣 每件裝要所有池都是T1 才是基礎配置 而不是最終配置 因為你可能需要大量的基底 所以他們在掉落裝備上的池也會掉落得好些 換句說話 掉落的物品出現T1池的機率比以前高了 以上就是官方他們有比較詳細交代的內容 還有一些沒有交代得太過清楚的 例如角色的平衡 有一堆非常好的系統優化 例如網頁 或英雄榜 甚至你可以直接在遊戲裡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你剛剛打完的那隻王是怎樣打的 他們按下去你發的訊息就已經可以在遊戲裡有一個重播功能 直接看到發生什麼事 特別是這個重播的功能 在其他ARPG裡面根本就沒有 但是一聽到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將會是一個非常有用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在哪裡出錯怎樣死 然後去學習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以上就是貪辱魔方法部會的內容 不知道你們又覺得今季的內容夠不夠吸引 不妨就在留言裡 我知道吧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 或者Discord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就這樣吧 拜拜